台股25號坐上大怒神 上演翻紅大秀 早盤大幅震盪 一度重衰310點 但盤中低減買盤湧盡 售盤前半小時 上演絕地大反攻 中場翻紅小掌62點 來到22,875點 時日線失而復得 現在是不是有達到這個階段 還是沒有這個 我也知道 不過遲早會遇到的問題 不過當然AI是會改變我們的世界 所以我對AI當然是非常的樂觀 台灣先生谷月涵看台股短期要大跌很難 25號台積電大拉尾盤翻紅小掌5塊錢 收在最高945元 紅海也逆勢翻紅 中場收在211元 市值重返2.9兆 大力光也掌115塊 來到2720元 AI概念股包括廣達跟偉創也小掌 資金就會集中在最大的股票 最是最領先的股票上 如果這些領先的股票有修正的話 那應該會有一些資金會留到比較落後的產業或是個別股 也就是說AI目前高點恐怕還沒到 反倒可以把握回檔時機 大型全資股像是紅海廣達台積電 可以觀察回測5日10日線找買點 同時可以留意下半年即將迎來忘記的消費性電子被動元件 網通MCU記憶體等等分散布局 台股多頭行情繼續熱 專家分析這波高點震盪會維持一段時間 可以把握回檔四季布局 東財新聞網站中的正在台報導